我是从SFC时代就开始在玩牧场物语粉丝啦 哪里接着这鬼东西居然敢挂牧场物语的IP名 为你又吃咖喱 两千针三毛疯让他们生小孩来赚钱 剩下一个游戏不好玩就得很笨 连伦理道德方面都能放肯这样真是没记忆 嘿大家好我是凤可 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 最近在日本游戏圈争议最大的一款游戏 牧场物语 橄榄阵与希望的大地 争议大道林游戏制作人都不得不出面道歉 到底这款游戏是做错了什么呢 先简单介绍下橄榄阵 它的玩法就像是动物森友会 或开心农场那种种种菜养养牛 跟小镇居民交流谈恋爱 开心经营的农场休闲游戏 喜欢这类游戏的人肯定不陌生 打着25周年的纪念座名号 当初游戏制作人也是挂宝阵 这款绝对是牧场系列的最高杰作 搞得一群老玩家是期待满满 诶不负众望 更一上市就拿到日本法米通销售排行榜周冠军 可没想到购买游戏的日本玩家们 在购物平台Amazon Japan给了这样的分数 给一星第一评分的玩家居然就占了一半以上 我们来看看之前的系列作拿到了什么样的分数 这连去年bug多到被骂爆的2077 也都有3.6颗星耶 要知道一款游戏如果在Amazon Japan上 拿到超过一半以上的一星负评 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异常的事情 到底是做错了什么激起日本玩家的愤怒呢 接下来我会分几个重点讲解 橄榄阵眼上的原因 影片资料来源 参考了各日本YouTuber的影片内容 以及TwitterAmazon的网友评论 大部分的游戏在切换场景的时候 是需要一点时间读取的 以现在的游戏技术来说 读取个3到5秒 大概就是玩家能忍受的极限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橄榄阵的读取时间 有点长耶 还要多久 终于 光是回家拿个道具教任务就得经历四到五次 换作是你能不弃吗 作为一个累积了庞大粉丝的老IP 老玩家肯定会将新作橄榄阵 与旧作做各种比较 比较之下最直观的问题就是本作居民 历代牧场物语 基本都有丰富可爱又生动的2D立会 这代却不知道为什么拿掉了 来看看网友留言 没立会 这是最让人煎熬的 我都分不清楚他们跟路人有什么差别 是要怎么对角色有爱 最近为止的系列做多好啊 都会跟着好感度提升最佳表情跟模组 这次的剑模式根本没有表情 全都是路人脸 每天都讲样的台词 空虚 没有立会 为什么以前的作品理所当然有的东西 到这代就没有了 为什么 如果连葬到立会都嫌麻烦的话 就也做游戏了好吗 几乎每10个副品留言 就会有8个提到立会问题 对话内容太随便了 虽然感觉比至今为止的牧场物 有更多种类的台词 但台词内容的品质也太吵太不用心了吧 无论跟带萌大体的话 他就只会回我你好啊 我要不要去喝杯咖啡呢 他只讲这几句话 我说怎么感受到他的魅力的啊 我跟某个居民讲话 他就只会回我你好 我完全没有办法从跟居民的这场对话 里面感受到人物特身 至少居民没有灵魂呢 居民们空洞 没个性 无际一点就跟路人一样 就算搭话也近视线 早安 晚安 我想喝咖啡 什么的 让原本期待能有丰富交流玩法的玩家们 感到失望 这次担当角色配音的声优们 都是还在YoyoGi Animation 这所动画专门学校就读的学生 虽然橄榄镇内的人物语音 大部分是 之类的感叹语 但这些素人声优呈现出来的效果 仍旧让多数玩家选择 直接将语音关闭 我知道这在给主角军名的时装语音 我本来没多想 结果一玩就被语音的素人称为吓坏 尤其是选女性主角的话就帮途跟帮途推选 有够伤了 声优是带带幕的学生 这算是便宜的也好 替我找专业声优好吗 是个屁经费 不要只换卖IP好不好 很多网友就质疑啦 官方有钱去请日本的知名实况警做宣传 却没有钱请几个专业的声优 来保证游戏应用的品质吗 甚至还有日本网友提出阴谋论 认为橄榄镇的金钱动向很可疑 毕竟找37名学生来配音 对游戏公司来说是必大于利 何必承担学生配不好被骂的风险呢 反而是这群学生 如果在这次的神游工作上获得好评的话 便可以提高学校的名声 不过目前还没有看到有证据证实 历代的牧场物语 一直都有安排阶段性目标来让玩家挑战 比方说农作物比赛 就要努力种出最美丽的菜 然而橄榄镇却几乎拿掉了所有 能让玩家获得成就感的玩法 不只拿掉了作物剂 美食剂 这类历代都会有的活动 甚至连新玩法动物赛跑都大大降低的难易度 只要玩家有养宠物 就可以轻松拿下冠军 作为牧场物语主要的游玩机制 节日比赛类玩法变得相当空虚 没想过那么充实的牧场物语 居然会变成这么一个空虚的游戏 也没有动物比赛 跟农作物比赛 跟美食比赛 波动只给我跑过场动画了事 比赛搞屁 这就把过去作品的大量级别活动给废弃掉了 而且都已经减少活动的数量了 也不管好品质 什么节日都把居民全集合在广场给敷衍了事 我是不是全额买的学生毕业作品吗 笑不出来 游戏明明叫牧场物语 跟作与剧目的成分 却被大幅度的降低 反而是加工机 是种可以加工原料的道具 在本作变得无比的重要 因为大部分材料都需要加工过后才能使用 别的玩家不得不在牧场 大量设置加工机 一个加工机就要占地上四个格子大到爆 而且一台还要花两个小时才能加工一个材料 那我势必就得设置大量的加工机 搞到最后的牧场都能是牧场插满的墓碑 我牧场里全是加工机 这是我个人最讨厌的要素 游戏越玩到后面就越得放更多的加工机 而且一个加工机一次只能做一个加工品出来 最敢有个种烦死了 一直在加工机前的恐让人扭让我心力憔悴 游戏完到后面我只看到了 跟田园师风景相伤圣眼的小刚住机台面场 喂牛吃咖喱事件 就是有一天美食家来找你 说想要吃咖喱味的乳酪 并讲出了 你要一直喂乳牛吃咖喱 并用它产出的咖喱奶制作成咖喱乳酪就可以啦 这种虐待动物的问题发言 跟他说没有那种东西哦 还会被他逊一顿 哦我懂了你是喂吃啦 你才再吃 三色猫繁殖 则是镇上的鱼饭在得知工的三色猫非常稀有 甚至价值连生后 变向两个儿子提议要大量繁殖三色猫 直到出现工的三色猫为止 一开始先买它个一千只 让它们自己繁殖后 明年就会有一万多只啦 镇长儿子误把钱包丢进海里 找玩家求救 玩家为了点钱包结果逆水 此时镇长儿子说的话 用日文来看 带着这样的嫌弃语气 更不用说他钱包之所以会掉进海里 是因为他本来想随手乱过相招品 另外还有这样的游戏机制 结婚后可以到祭坛许愿 跟伴侣恢复到婚前的关系 而两个人的孩子将会消失 就像从来不存在过 让日本网友们大骂 剧情携手三观不振 作为一款主打 休闲 温馨 爱动物的牧场经营游戏 这类剧情肯定会引起反感 更何况游戏没有另外安排角色 来纠正或反驳这些错误观念 我好像只学到了 就算是感觉没那么重要 有点可有可无的剧情 如果不好好写就变成这副德行 道德零礼观不足道 让人怀疑眼睛的孩子 乱丢垃圾虐待动物 跟人家吵架就擅自把他东西扔掉什么的 剧情里充斥了这种东西 剧情接受有事吗 公司根本就没有好好把控内容吧 麻烦快把橄榄在前面挂的 牧场物语招牌拿掉好吗 我是从SFC时代就开始在玩 牧场物语的粉丝啦 哪里你接受这鬼东西 居然敢挂牧场物语的IP名 为牛吃咖喱 养一千针三毛猫 让他们生小孩来赚钱 剩一个游戏不好玩就已经很笨了 连伦理道德方面都能放成这样 真是没救耶 如果去推特查询牧场物语 首先跳出来的惹门搜寻关键字 就可以看到 牧场物语制作人逃亡 是的 橄榄镇在日本爆发不满后 没多久 游戏总制作人武村大就逃了 怎么个逃法呢 还没发片前 武村大的推特自我介绍 除了介绍自己是 微波食品料理研究者 最后一行补充了 自己的本业是游戏制作人 然而游戏发售后的第二天 本业是游戏制作人 这只不见了 甚至连过去在推特上发表 与牧场物语的相关推文 也都被武村大死删光光 明明发售前说 这款绝对是牧场系列的最高杰作 才卖了两天就做出这种装死的行为 发现了这点的日本网友们 在网络上大肆扩散 制作人逃跑啦 这样的消息 而另一位 游戏剧本携手紧上信心 对于玩家们质疑 离婚后小孩会原地消失的问题 是这样回答 要知道牧场物语的玩家群 主要都是主妇与儿童 之后的事情 大家也都知道啦 制作人武村大在发售一周后 便在游戏官网上发表了道歉声明 并承诺会好好修改 至于玩家还愿不愿意买单 那就得看官方后续更新的诚意了 牧场物语橄榄镇的争议事件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如果是你会怎么想呢 太失望了 以后不会再支持 给个机会看修改情况 还是有其他想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喜欢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掰比